本市跟審很重要的就是要來討論 從澳會里監市選舉它的合法跟正當性 一剛開始審判長就問這樣一個問題 而這也是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的最主要的理由 但是上述人選派的律師陳律師 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他竟然是說 實務上不可能根據 製辦試劑重劃辦法第13條 第二項跟第三項來進行選舉 這一點很重要 因此他說實務上的做法 因為根據法律的規定 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實務上 都不根據製辦試劑重劃 第13條第二項跟第三項來進行 里監市的選舉 他在法庭上竟然也說 台中市以前的重劃會 都是這麼在做的 各位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不僅這個案子的重劃會 里監市的選舉是不合法的 因為他不是根據製辦事例重劃第13條 第二項跟第三項來進行選舉 剛剛我們聽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甚且也說 台中市的重劃會 在106年7月27號之前 修法之前 重劃會的里監市選舉 都沒有依照法律來進行 各位媒體朋友 我盼請各位把這一點把它傳播出去 也就是我們台中市 如果陳律師所講的是正確 也就是台中市的重劃會 都沒有法律的基礎 這是很可怕的一個地方 我們說我們依法行政 但是上述人的代理律師 陳律師說 他在法院上 他自己承認 我們實務上都不是依法來做的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點 那我們爭的就是爭這一點 如果你不合法 你整個的相關的作為 其實都缺乏合法性 跟你的正當性 所以陳律師 上述人的代理律師 不斷地要把問題導到 另外一個問題 也就是共有人的一個問題 他在訴訟上的一個技巧 他採取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來迴避最高行政法會 發回更審的最主要的一個理由 因為他答不出來 他說實務上我們都是違法 欸 實務上我們就是違法 我們就是這麼幹的 他在法庭上竟然是這麼在講 法庭上竟然是這麼在講 我們的重劃竟然都是違法 都缺乏正當性 這才是我們必須要特別特別關注的地方 我們最早的陳律師說 他們也可以動人這麼多人來開庭 但是他們敢說 他們是被壓迫的人嗎 他們敢說他們不是應該要負責的人嗎 他們可以來指控今天黎明幼兒園侵害 重劃會這個大財團的人頭團體的權利嗎 可以嗎 不可以 那些人是因為土地要被掠奪 所以才被動人來的對不對 不會 那些人是不是快要沒有地方住了 所以才來這裡山原林人長的對不對 不會 我們今天聽到貴道律師講這些荒謬的話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心寒 從頭到尾他們都沒有要跟我們和解的誠意啦 他們沒有要給我們林經典一家 沒有要給黎明幼兒園一個一條生路 他憑什麼今天來講說我們妨礙多數人的禮異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是從後來妨礙多數人的禮異對不對 對 制度性的問題難道是林經典造成的嗎 不是對不對 對 呃 加油 加油 我很感激 感激各位 這不是是我家的事 是全民全台灣人家的事 今天拆掉我家 下一個每一個台灣人的家 你隨時都有可能被拆 那麼今天在開庭的過程當中 大家已經很清楚的聽到 法官的偏向 我們台灣只有財團才是人 其他的人都不是人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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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對不起 那我們 聽後 9月11號的宣判 不管 但判決的結果是如何 我們都是一樣堅持的守護我們的家園 守護台灣人的基督權 你說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長久以來一直陪著我爸 其實他在家 他在我們家其實是有點 跟外面不太一樣 因為他在外面總是一個 去知識的人 去生養的女生 一方圓案八方來 他都會遇到那個精選 可是他到我們家以後 我們家每次事情都很晚 他回到家都已經很晚 所以說 其實 一件事情影響層面有外 他 謝謝你們在外面回給我爸 我在裡面 我沒有盡好我F的時候 但是 9月之後 9月11號 下午3點過後 不管結果是怎樣 我是謝謝大家 大人 不管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都很興趣 這件事情可能會鑑定了我以後 對整個社會的看法 但是 我相信還有很多人默默在做改變 很多人默默在做努力 可能 在時間 巨人下 會有些人 會犧牲 但是 總會有一群人 默默在為社會改變 所以我想說 謝謝你們 大家的辛苦 謝謝 好